香港法修理风波以来 暴力违法活动频繁发生 驻港部队是否会出动 参与到止暴暴乱 删律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 徐露营对此回应称 如果香港局势进一步恶化 引化成香港特区政府不能控制 危及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情况 国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徐露营在丹律与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 列举了驻军法第十四条内容 其中规定香港特区政府 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 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 请求香港驻军 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申布战争状态 或因香港发生特区政府 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 或安全的动乱 而决定香港进入紧急状态 中央政府可发布命令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再敢实施 徐露营表示 有一些人认为 出动驻港部队就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 这是完全错误的 无论驻军是印特区政府请求 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出动 都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执行基本法的规定 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 所有真正关心香港爱护香港的人 都应当插亮眼睛 坚定立场 清楚地认识到 止暴治乱这个大事大非 关乎香港侵徒命运的问题上 没有中间地带 龙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 珍爱香港就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珍爱香港就要用实际行动 向一切损害香港繁荣稳定 挑战一国两制沦着底线的行为 坚决说不 再次 关于当前香港局势这三点意见都说清楚了 一 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 围绕止暴治乱 恢复制度 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 特区政府包括行政 立法 施法机构 以及社会各界都要切实把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作为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 最迫切的任务 希望每一个爱护香港的使命 都能够以至极的行动 制决抵制暴力 禁止暴力 并制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 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 支持特区检控和施法机构各式其职 使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由的惩罚 占行法律的公正与威严 特别是对那些暴力犯罪的骨干分子 及其背后的策划者 组织者 指挥者 要追究到底 绝不受乱 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 都应当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 法治之神不可松 法治之网不可楼 法治之劲不可顿 二 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集会 表达诉求的行动 与暴力犯罪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 区分开来 游行集会是基本法赋予香港居民的自由 参与游行集会的大多数市民 包括年轻学生 不管他什么是基于什么原因 也不管他们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 只要是依法 以和平方式 参与游行集会 只要是符合一国两制原则 都是法律允许的 参与和平游行集会的活动 与那些事无忌惮 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冲击中央驻港机构 估讯和污辱国企国会 暴力袭击警察和无辜市民 严重说坏公司财务 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必须 且只能依法严厉打击 没有宽容的余地 三 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 和名声改善的根本问题 献计献扯 共谋解决之道 这次分波折射出香港社会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 并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解决的时候 一般市民 特别是年轻人 常常抱怨的住法难 贫富差巨大 向上流动难 等社会问题 是长期积累行程的 成因复杂 需要找准证件 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最近香港内地和国际上 一些有识之事 已就此提出了不少 颇有见谛的意见 我们支持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和治理管队 继续通过有关对话平台 与社会各界人士和青年 展开交流 共同探讨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贯彻一国两制 班征和基本法 将继续不予一力地 支持香港发展经济 赶上名声 促进发展成果 更多汇集全体使命 近来 美国一些政客 竟然连商发表涉感言论 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甚至攻拦将香港问题 与中美经贸磋商挂钩 称如果香港发生暴力事件 我们将更加难以达成协议 将中国内部事务 与双边经贸谈判 搅在一起 不仅说 美国一些政客 在中美问题问 已经是善失理性 也暴露了他们搞乱香港 进而遏制中国的险恶运行 只是他们的图谋 完全打出了上榜 中国绝不会拿原则问题 做交易 也绝不会允许外部势力 插手香港事务 美国升级中美经贸摩擦 一再碰壁 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 反对支撑士气 美国一些政客 又想借香港事务 制造新麻烦 正如纽约时报报道所指出的 在把香港动乱 视为与中国贸易谈判的筹码后 美方显示出了 对香港激进示威者 更大的支持 然而 美国一些政治客 似乎忘了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使中国外交一条 不容逾越的底线 期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拿主权问题做交易 犹如痴能说门 这只能说明 美国一些政客的身体 进入了21世纪 但思维还停留在旧时代 香港回归以来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国际金融 韩运 贸易中心的地位 不断鼓鼓 被众多国际机构评为 全球最自由 经济体 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对香港来说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忧心 沦路国家发展大局 共建一带一路 和实施越南澳大湾区建设 是保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 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可期 美国一些政客 无视香港 激进示威者的极端暴力行为 与犯罪分子 看协一气 其货心招揽落邪 那就是万途搞乱香港 进而达到 牵制中国发展的目的 利益莫大于智 害莫大于乱 在全球经济下 压力加大 市场信心不断受戳的端下 美国搅乱香港 破坏香港 把龙稳定 巨型剖车 图谋不轨 既水冷也不利己 还将增加世界经济的波动 和不确定性 必然招致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全国中国人民 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合作豪欲对抗 协商 永胜撕压 中美经贸摩擦 延续至今 面对美方一再挑衅 中方始终保持理性 克制态度 坚决维护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和人民根本利益 在重大原则问题上 绝不探布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国家 组织和各人干预 将香港事务 与中美经贸戳商 神拉应扯 是对中方 抑制能力的严重误判 中国人民不信邪 也不怕邪 不论事也不怕事 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 中国会吞响 损害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苦果 中国经济 不是一个小池塘 而是一片大海 空间大 任性逐 扛得住耗得起 经得起任何狂奋咒语 在中美经贸问题上 中国对去没有 将来也不会做出 任何无原则的拦布 在香港事务上 中国政府有信心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恢复香港秩序 香港也定将重整 行装再出发 绽放东方蜘蛛的 夺目棺材 想通过打香港的牌 捞取好处 纯属痴心万象 其结果必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 奋唇美国一些政客 不要问盘行事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滑越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